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什么朋友 总是喜欢躲在人群的角落 生怕被别人注意 某次 小丽的导师出了一份作业 要大家读完一本小说后 写出自己的心得感想 小丽认真完成了作业 出乎她意料的是 导师竟然在最后的空白处写了四个大字 写得很好 批改在作业本上的这四个字 开始在小丽心中洒下了信心的种子 因着这份鼓励 之后每当课余的时间 小丽就会写许多的小故事 带到学校交给老师 而老师都会给予真诚又鼓舞人心的评价 不久 小丽被任命为校刊的编辑 多年后的同学会 小丽回到了母校 她已经是一位出色的作家 在拜访已经退休的导师时 小丽告诉老师 当年那四个字对她一生的影响 她还告诉老师 曾有许多学生带着作品来向她寻求帮助和建议 而她把自己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信心和勇气传递下去时 使得许多学生如今也大放异彩 一句鼓励的话 能影响人的一生 甚至扩散蔓延到更广更远 带给更多人的感受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带给你什么感受呢 言语文字的力量是不是很强大呢 所以 我们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 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 使听见的人得益处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到脸书与我们分享互相 以上节目由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制作 以上节目由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制作 记得追踪关注才不会错过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